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针对这个 simple 而且是 不是导体 那它是sauce free the median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就是 因为你是sauce free 所以你ro是等于0 然后呢 你j是等于0 那j等于0的时候的话呢 因为j呢 是等于1.1 ok 所以j等于0的话呢 相当于是sigma 是等于0 换句话说sigma等于0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不是导体的一个条件 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time harmonica the mass wave equation ok 我们已经是time harmonica 所以你现在 所以你现在 你把它全部把它转成是face 那 就等于-j omega 然后1v1t的部分 就变成 啊 负的1v1t 本来这个关系是 刻1 是等负的1v2t 哪里转过来的话 就是负jomega muh 那 那 因为你是simple 的medium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1跟d 之间的关系是1 1 然后v跟h之间的关系 好 h呢 是等于mu分子v的部分 这个 因为你是simple median的部分 那 第二个关系是刻h 你本来是等于j 加上longd longt的部分 那现在呢 变成是 刻h ok j的部分是等于0 然后d的部分是等于 1v1 那longlongt的部分 变成了jomega 然后issue1 ok 那 divergent1 是等于issue1分子r r r等于0 因为你是source free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divergent1 是等于0 然后divergentv 是等于0 就变成divergent的h 是等于0 就是我们说 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 simple median 而且是source free 不是导体的一个情况 这是你已经非常确定的了 那由这些关系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那个web equation 那我们说如果我现在是 还是一个simple median 但是 它是导体 那换句话说 你是导体的话 你的sigma 就不等于0 那 这个simple median的条件 ok d还是等于1分1 然后 这个v 是等于muh 这个结果是不变的 那因为j不等于0 j呢是等于sigma1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你还是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在第一个关系式的部分 k 1 4等于-j omega muh 这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到第二个关系式的时候 k h的部分 因为你j已经不等于0了 所以j要放进来 j呢是等于sigma1 然后 后面改成face以后的话呢 等于 j omega 1 所以看到你这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如果把这个关系式 跟这个关系式 把它比较一下 ok 那我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把jomega写出来 1也写出来 那 前面 啊 这一项的话呢 一小 还在 但是这个部分 因为你sigma 要写成jomega 你这边就变成是 jomega sigma ok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主要是要 跟这边对异 换句话说 你现在如果你在进一步写的时候的话 你现在如果你在进一步写的时候的话 这边就变成jomega 那我把这个tan 我把这个tan 我们在进一步写的时候 我们在进一步写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 好 这 rear part的部分 就是原来的 issure imaginary part的部分呢 issure double prime呢 就是 sigma sigma 除以omega 注意哦 这边是减的 好 那 这个 你已经了解以后 然后我们 接着我们 这个 嗯 divergent d 1 的部分 就变成 divergent d 是等于zo 因为你现在 不是soce free 所以你zo 还是有的 要把它放进来 然后 divergent b 是等于0 这个 你都ok的 那 我们 会这样子 来做 的最主要 的原因 你会看到的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把 啊 这两个关系是 ok 把它 写一下的时候 我们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过说 我们 可以把 这个 带进去 人家 k k1 就等于 -j omega mu k h 那你k h 把它带进来 好 实际上 因为很简单 所以我再做了一遍 这是 j omega 1 然后 左边的部分 是 这个 呃 乘上去 divergent 在gradient 跟 la plus 1 那你已经知道 这一项是 等于 所以 我们知道说 这个整个 就变成la plus 1 加上 omega 平方 mu 1 1 是等于 那我们 在上一堂课 已经讲 这个 就是我们的 k平方 好 那 mu mu 1 这个呢 就是等于 我们的velocity 的平方分子 1 ok 所以我们平常 那我们会把 这个就是写成 waveequation k平方 1 是等于 那同样的道理 k h 加上 k平方的h 是等于 0 也就是说 你这样子写下来以后 实际上 你可以得到 你的 homogeneous 的 这个waveequation 好 那 同样的道理 我们说 如果那边的是 跟这边 是一样的 只是 我把 我的hom呢 改变成complex的部分的时候 换句话说 我 应用在 这里的情况 的东西 全部 全部 在 conducting 的 simple medium 里面 也可以用 唯一一点 就是 在这边的 issue 现在已经 不是 real 而是一个 complex 的情况 就是 为什么我们 要这样子来 改写的 一个最 主要的 原因 之一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好 那 那 在这里面 有一个部分 我们 接着要探讨的 就是说 好 我的hom 变成complex以后 多了一个 这个 imaginary part 的部分 这个imaginary part 到底对它 有什么的 影响 OK 那 这个imaginary part 对它的影响 基本上 我们 以一个简单的 picture 来看待 我说 如果有一个 external 的 电场 ok 那这个电场 去作用在一个material 里面 那 换句话说 你这个 里面的正户电荷啊 是会随着电场 加进来以后 因为电场是随着时间 在改变啊 所以正户电荷的话 它会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一个displacement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位移 ok 这个小的位移就是 你电场加进来 那你的电荷 就会 沿着电场的方向 有一个 看正电荷 或护电荷 它会有一个小位移 那 一旦这个 有小位移的部分的话 不管你是正电荷 或护电荷 或者是一个 一个分子的话 那 因为电场加进来 你的正户电荷 会有一个小位移出来 会有小位移 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polarize 对不对 你就会有一个polarization 产生了 那 理论上面的话就是 电场怎么加 我这边的位移就怎么的改变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你电场 电场随着 电场随着时间在改变 那我的位移 如果q大于0的话 那我说我的位移一定是随着电场在改变 这是没问题的 那如果我的q小于0的话 那我的位移就是 就是会跟着改变 这是大家可以了解的 但是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 这些 这些 charge 不管你是free 或者是nearly free的情况之下 这些charge 都是有被原子所束缚住的 它不是完全自由的电荷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这些charge 虽然它的charge的mass是很小 但是你要做位移的时候 你是电场给了这些charge 一个force 那这个force呢 依照牛顿定理 是会让它有一个 这个加速度 那加速度以后才会有位移 对不对 所以 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 这个mass的大小 就是让它位移的一个什么 如果你mass很大的时候 它能不容易动 不容易动 而且它是被绑住的 被束缚住的 所以 当我的原来频率不大的时候 我 频率不大 我当然是文姬起舞 跟着它一起动 就好像那个 在做健康操的老师 在前面带 那 全部的学生呢 跟着老师 做动作的时候 老师动作 不是很快的时候 那全部的学生 就什么 通通很一致的动作 随着他 但是一旦老师的动作很快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有惯性啊 你就跟不上了 OK 所以 这时候 你现在发现说 这个mass 和被束缚的情况的时候 那 那 当频率 增加的情况之下 那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 这个 这个 摩擦的阻尼啊 就跑出来了 这摩擦阻尼就跑出来了 那 那这个摩擦阻尼呢 一旦有摩擦阻尼的情况之下 就代表什么 会有这 的 损耗了 就会有 power loss OK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的一件 事实就是说 频率小的时候 然后 我是一致性的 就是 in-phase 在 改变这个 XT 跟 他是 in-phase的情况 但是 频率很大的时候 这个phase啊 会有 out-of-phase的 产生出来了 这个 这个东西 平率增加的时候 你的 out-of-phase 那 现象出来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们 这个complex的 这个 permittivity 所对应 所 所 给的 对应的就是这一项 ok 那这是 我们现在 我们先告诉你的 等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你这一项 就整个产生出来 就是 这个概念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 在整个 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一项 所带给我们的 物理意义 是在哪个地方 它其实 是一个 damping term 是damping ok 是完全是阻尼的 一个material 的一个mechanics 的部分 是damping term 的部分 这个项 而且是 产生 power loss 的tent 到这边 有没有问题 那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会跟频率 有关系 为什么 会跟频率 有关系 那实际上 很简单的 我们再回到这边 来好了 我们现在 我们说 我们的compress 一雄prong 减 一雄double prong 这一个 compress term 的部分的话 你现在 你看到的 这个compress 部分的话 实际上是跟什么 跟我们的conductivity ok 跟我们的omega 有关系 所以你当omega ok omega很小的时候 那compress term 的部分 ok 我这样反过来讲 会好一点 我说 我说 如果我的conductivity 在这边就变成 一雄double pound 乘以omega 那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现在的sigma 如果我omega很小 很小的话 那 那这个sigma 就很小 那sigma很小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的导电性很差 你的导电性很差 的情况 所以 在一个 非常低的 low loss的medium里面的话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low loss的medium的部分的话 那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的 一雄c ok 是 等于 一雄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一项 我们几乎可以 把它忽略掉 不济的情况之下 那 如果 你的 换句话说 一雄double 这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项就是 对应的是 它的equivalent 的conductivity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你如果是一个 完全没有low loss 你完全没有low loss 我说 这是一种情况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你是完全 没有low loss的情况之下 low loss的 的medium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完全没有low loss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是 low loss的情况是 apposmation 我不应该写等号 那完全没有low loss呢 就代表的是 这一项是等于零 ok 换句话说 你的sigma 也是等于零的情况 好 这是 我们所看到的 一个 这个 从compress的 这个 permittivity的部分 就是 电容率 那它是一个compress的 number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的 两种 这个情况 那有同学会问说 好 那你既然是 这个 这个conductivity 跟 这个permittivity的部分 conductivity 加进来以后 这个permittivity 便能compress 那会有没有可能 一项 也可能 有同样的 一个效果 它也有一个compress 呢 我说 可以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只是说 它是一个 导电体 而已的部分 那如果 它是一个 磁性物质 或者是 非磁性物质 的话 那这一项的部分 你也可以 类似的把它写成 mu 是变成 mu plank- z Omega 然后 mu doubleplank Omega的部分 其实就 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只有 mu doubleplank而已 OK 你也可以 有相同的情况 但是 一般来讲的话 对于 这个 磁导率的部分 的话呢 mu doubleplank 跟mu plank 来比较的时候 尤其是在 这个 铁磁性物质的话 OK 或者铁磁性物质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mu doubleplank 是 严小于 muplank 所以我们mu呢 大概都是把它写成 muplank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 如果你是这样写以后的话呢 会有什么效果产生呢 我说 我们 刚开始的 wave equation 的部分 我们来看待一下 我说我的wave equation呢 这里面的k啊 k的定义是这个 ok 所以你现在原来的k 平方 平方是等于 omega平方 mu 一小 那现在呢 我们先不考虑 这个 指导率是compress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 你现在 指导 先把这个 这个电容率的部分呢 先把它变成compress 那我们说 这个k平方呢 或者是我直接把k 就等于omega 更号 mu一小 的部分 这个一小呢 要把它化为一小 c 因为它变成compress 那这个 化为一小 c的时候呢 就变成 mu 一小 rear part 的部分 剪掉 Imaginant part ok 这个是 你在有 有losing的情况之下 那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经过这样子 不然以后 我们看到了 这个会不会是rear 不会了 对不对 它会变成是一个compress 那既然你是变成compress的时候 你应该会有两项 这个是rear part 然后再加上 z k double 就是变成两项的部分 那 那 在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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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 它整个 啊 电磁波 decade 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项 那这一项 是因为 是因为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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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磅率的部分呢 已经变成compress 所带来的 一个结果 好 那在这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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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量 叫做 Rose Rose 的 tangent ok 的部分 一旦 一旦你知道 你的 频率 你知道 你rear part 的 这个 界链常铸 那 这个 就关系到 你 能量 损耗多少 的 一个 uncle 就是 一旦 c呢 哎 data c呢 我们叫做 Rose uncle ok 好 这是 就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 一个结果 好 那这边 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现在 你已经开始看到了 你在 比较 这两个 tang 的大小 好 那 这两个tang 的大小呢 如果你 你这一项 是0的话 那 这个 data c 当然 已经就是0 ok 所以 基本上面 你要看到 你的power lose 是多少的话 lose tangent 这一个物理量 是可以 让你 去判断 你 这个 power lose 是多少 那我们再把它 整理一下 到在 这个地方 的部分 的话 我们看到说 一个media 那 我说 他是一个 good conductor 如果你是一个good conductor的话 那你会看到的是 那你会看到的是 sigma一定很大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是good conductor 你的sigma一定很大于 你的sigma一定很大于 Omega 一小 ok 那 如果 如果你是一个good insulator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Omega 一小 是眼大于sigma 所以 所以从这里面 你看到了一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 这就是我们说 当频率很大的时候 频率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那 那这个就是我们 产生着 最大的一个理由 因为 它是一个insulator的情况之下 偏向insulator 如果我们频率很小的情况之下 Omega 很小 那 Omega很小的情况之下 它就 电场进来 它就随着它 一起动作了 是 in phase的 这个 poilization的部分的话 那 它就是一个good conductor 它的 热量损耗 其实是不大的 所以 从这边 你就可以把我们 刚刚讲的观念 再把它连贯起来 所以你现在 开始 有一个概念 是你以前 过去所存在 我说 这个东西是 导体过非导体 它有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 就要看 它的Omega OK 我们说 举个例子来看 好了 我说 这个 很潮湿的 地板 那 这个潮湿的地板的话 如果 H用R 是等于10 这已经确定了 地板的 这个 这个 借电常数 2 sigma 也知道了 是10的-2 semen per meter 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这个潮湿的地板 我 举两个例子 来看好了 我说 sigma 除以 1 Omega 这个值 如果 现在是在 1k hz 那 Omega 一算 带进去 是1khz的时候 带进去 带出来的话 是 1.8 乘以 10的 四四方 所以这是 一个很大的 值 那你说 这时候 它是一个 foot conductor 那没有问题 但是 假设 我现在 是一个 10ghz 的频率 带进来 的话 那你 10ghz的频率 带进来的话 这个值是等于多少 是 1.8 乘以 10的-3 这是一个 Omega 一算 遠大 sigma的 情况 所以这时候 你这个地板 就是一个 good insulator 了 同样的是 这个地板 在低频的时候 它是导体 在高频的时候 它却是什么 绝缘体 这样能够理解吗 OK 所以 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 我们的电场 是一个 十变场 的时候 那你就要 考量 整个的 系统的部分 它到底是在 什么 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 它所操作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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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变场的频率 是 使这个介质 产生不同 物理现象的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这个 有没有问题 OK 它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再举一个 例子 好了 我说我现在 有一个 变场 它是一个 十变场 那它的操作频率 是一个 一 Giga的 赫子 那这个 十变场呢 它的Ampitude 是等于 250V per meter OK 然后 它在 它在 一个 Losy median 那 这个Losy median 的 这个 嗯 激电 系数的话呢 是 2.5 然后 我可以知道说 它的Los Tangent 它是等于 0.001 OK 换句话说 Data C的Tangent 是0.01 那现在 我要用这些条件 我希望去求 求什么呢 求这个平均的 Power Loss 到底是 多少 那观念是很简单的 那 你现在要用这些条件 跟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些观念把它 合在一起的话 那 首先 第一件事 事情是 你已经知道 你已经知道 这个条件的话 那 换句话说 它 是等于 0.001 它 其实是等于 四颗 Omega 一熊 OK 那我们这里面的 一熊的部分呢 是等于 是等于 一熊 是等于 一熊 R 乘以一熊 所以我们 一熊 R 也知道 一熊 0把它带进去 所以是2.5 一熊 0 在这个 全部通通是 MKS字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是 16 pi 乘以10的 9次方分之1 OK 所以一熊 就知道了 一熊 知道以后 你把它带进来 OK 一熊 带进来 Frequency 知道 所以我们的 Sigma 就可以求得出来 Sigma 就等于 0.01 0.001 Omega 一熊 那就等于 0.001 Omega 是等于 2pi f 10的 9次方 OK 然后 乘上 一熊的部分 是2.5 乘以 36pi 乘以 10的 9次方 之1 所以我们 马上得出来 这个值是等于 1.39 5分 平均的 power 是等于多少 pervolent pervolent 這個是等于多少 2分之1 1.392 1.392 1.392 所以你把1.391 带进来的话 那你就马上得出来 这个是4.34瓦和meter square 这是我们平常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的东西 你现在把它运用上来 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最常运用这个观念的大概就是 很多同学每天都会接触的 就是电磁波 把它产生热 你说P等二分之一 一凶一平化 电场啊 电场就是 电场就是从amplitude那边来的 对啊 OK 这个的话就是10啊 你的1啊 它empty就是10 对 OK 那microwave的部分的话 microwave是在拿什么频率之下工作的 嗯 它是2.54GHz 这个频率是固定的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一熊R 你的microwave大概一熊R 是40的部分 所以如果依照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看你 所设计的那个microwave的 lose tangent 到底是多少 如果我设计一个lose tangent 是等于0.35的话 那是在2.54 hz这个频率之下 所设计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条件 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microwave的sigma OK 那sigma值的话 1.91乘以10的 得出来 你们自己去算这个只是一个数学 那你的contactivity你就知道了 那你contactivity知道以后 你power loss 2分之1 一熊一平方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的 嗯 amptive的部分 我们可以给它 如果你amptive给了以后 那你就可以直接带进去 所以amptive 看你的电子波的功率 最大的是多少 我想 这个你可以自己设计 这个值 那就带进去 那你的power loss 你就知道 OK 所以 到底这个 这个microwave 每一个minimit 那个meter cubic meter 里面到底发射出来的功率是多少 完全试看 你给的电子波的 一个 这个大小 还有你所使用的 这个频率 但是这个频率值是已经你是固定的了 2.54是你已经固定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 imagine part的部分的 这个direct constant的部分 也就是imagine part的 permittivity的部分的话 带给我们的一个 这个能量的 这个产生的部分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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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